继花中花农花女之后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在募集17万8千余元 要帮助花商15位清寒的学生 提供他们到毕业前 每个月会有600元的生活津贴 而协会的会员也特别到学校和同学们相见欢 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奋发向上完成学业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多位会员 在理事长张美惠带领之下 来到花莲高商和15位受助同学相见欢 除了颁发助学金还送上了柚子 让同学们倍感温馨 我们陆续有花莲高中 还有花莲高农还有花莲女中 那目前是进行到第四个专案 我们来到花莲高商 那我们最近开了一个这个募款的专案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踊跃 就是会内的募款 我们总共募有70亿笔 就是针对协会的会员跟顾问还有干部 大家共同响应乐捐有人两千三千五千等等 我们总共募集到17万八千元 总共有15个学子 那是高二跟高三的同学 我们会每个月每人六百元捐助他们 一直到他们高中花莲毕业为止 希望这段时间让他们在生活上 有一些生活上的津贴 那他们可能也可以在购买文具图书 或者在用餐方面都有一个小小的感受到我们的爱心 花莲校长也十分感谢社团的关心 让清寒优秀学生有资源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像我们花莲很多的偏乡的孩子 不管是单亲或者是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孩子 其实真的都很需要帮助 那我们的这些孩子他们很需要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经济来源 来协助他们稳定的就学 那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真的是为我们的孩子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17万8千元可以让15位学生到毕业之前 每个月领600块钱的生活津贴 妇女成长关怀协会的会员 也和同学们分享生活经验 并且鼓励同学安心就学完成学业 不要让青春岁月留下遗憾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